这个视频是我跟Go Cashback合作的一个恰饭视频 哇真的是 我总算有恰饭视频了 Go Cashback呢是一个北美的华人返利网站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网站也不会说那么的陌生了 都是大家都挺熟悉的一个网站 其实返利网站的特点呢 就等于说是你从他们的网站上 点到你想买东西的那个网站 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呢 就是根据网站的不同 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返利 那么呢Go Cashback的一个特点就在于 它不仅跟一些欧美的大的网站啊 像说什么Sephora、Essence、Farfetch、Nap 这种网站有合作 同时它也是支持淘宝 如果它淘宝都可以返利的话 那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途径了 大家虽然想到说 我买东西它返利可能返的不是很多 就百分之几 其实你想想如果我们买大宗一点 就好像有时候我去Sephora买东西 或者说有时候有些东西 带工那里买不到 我去其他的那些奢侈品网站买东西 然后呢它返利的点数来说的话 你稍微买一买很快就能提现了 那么呢我跟Go Cashback的合作呢 有给粉丝福利的通过我的链接点进去 你去注册的话呢 就可以有10美金的返利在账户上了 而且呢是买了20美金就可以提现 那有了这10美金呢 加上你自己再买点其他东西 一凑够20美金就可以提现了 我一开始还想到说 这是一个北美的返利网站 但对于欧洲来说的话 会不会就没有那么好用 但是后来看了看 他们支持的那些网站来说的话 也不完完全全是只在北美可以使用的 我经常在淘宝买东西转运过来呢 我也是可以用到他们的一个返利机制的 所以我想想说其实我自己日常生活中 是可以用到这个软件 就用到这个网站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个人看了觉得 还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它提现的方式还蛮多的 它可以银行卡啊 可以支付宝啊 也可以支票啊 也可以PayPal啊 像什么PayPal啊 银行卡跟支付宝这三个 都是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那除了支票这个东西 我可能差不多10年前用过一次啊 就之后就再也没用过支票这个东西了 但是呢 无论怎么说的话 我觉得无论是它从返利的力度 还有返利的商家的广度 以及它返利的返回来给你的这个途径的 这种便携度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还是个蛮不错的网站 而且我自己呢 也有真实的有用过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使用的一个软件 所以呢 我才会给大家推荐的啦 这个是Go Cashback的一个页面 那你可以换成一个简体中文的 或者英文的一个界面 因为它这个网站是华人的返利嘛 所以它的话呢 就是会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你点这个返利插件 反正就根据你用的不同的浏览器 那么我这里已经下载好了 这里你们应该可以看到 其实下载好了 它会主动会插在这边 其实很简单的 就好像你开你的Google的页面 然后你搜一个网站 就他们OK能用的这个网站 我个人我现在目前搜的是boots 然后搜到这个网站 它上面的话就会显示说 up to 2% cashback 就代表这个网站呢 是可以给它做返利的一个网站 我自己有找到几个 欧洲能用的一些网站 我会在信息栏里面写到 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看得到 目前我在试的是 AllSense的一个网站 他们点开这个网站呢 它上面就会写 earn up to 2% cash 你点一下这个键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跳转的页面 这个跳转的页面好了之后呢 它会写个sweet you are getting 2% cashback 然后这时候你再选 你自己要的东西 假设一下 就把它加入购物车到时候买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返利 过了他们的退货期的话呢 就是可以得到这个返利的啦 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年 也不是那一趟当年 就这些年在淘宝啊 或者在各个推进买来 我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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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OK的单品 跟第一个东西 我相信你们这里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台豆浆机 其实不局限于这台豆浆机 我当时买这个呢 说因为它白色好看 我才买的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 爱喝豆浆的人 像我之前在英国的话呢 也前天后后有过两台豆浆机 后来搬家的时候呢 就刚好也没搬过来 就是觉得 反正我到时候也可以直接这边买 也没有那么多必要 非要从英国那边搬过来嘛 然后我当时呢 就在英国那台也 酒筒 安静 后来这个豆浆机的话呢 就是我来这边之后买的 然后它当时 我主要是看它容量的话 比较适合我 它这个是800毫升是最低 然后1000毫升是最高的一个容量 对于我来说 早上就差不多是两码克杯的 就1000毫升的话 就是两码克杯的豆浆 我觉得其实喝起来 这个量是刚刚好的 而且九阳的豆浆机 我觉得有豆浆机 这个概念以来 九桶 九桶 九阳他们的那个豆浆机 就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出名 然后也就是一直广受好评的 他们家其实可选择的种 他们家其实可选择的种类呢 也有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直以来 就是一直买他们九阳家的豆浆机 买过三台以来 我一直都非常满意的一个 嗯没有错 我觉得如果大家 无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如果你在国内你是自己住的话 呃 你可以考虑哪一个豆浆机 其实早上你喝两杯豆浆 你都已经很饱了 还有的话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你每天 你又没有可能花非常多的时间 给自己做一个早餐 其实你就在自己准备的途中 准备化妆和洗漱的途中 然后去打一杯这个 用豆浆机打豆浆的话 也是给自己的 喂一个大大的满足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推荐豆浆机这个东西的 酒桶 酒桶你在哪 酒桶 你看到我手上抱着什么了没有 你再不管我就把你扔进去咯 那么第二个 我刚刚说要把酒桶扔进去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包汤中 作为一个广东人 我是要包汤的 那么很多在国外 大家就是推荐的这种 就是炖汤的东西 都是隔水炖的炖中 我自己个人而言 我是不喜欢喝隔水炖的 我宁愿在锅里去给它隔水炖 我都不愿意在那种电钟壶里面 去给它隔水炖 就炖出来的汤其实并没有像这样子的包 包出来的好喝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做电包壶 电包汤中 电包中 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具体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电子的包汤壶 你要包中药也可以 但是我主要是拿它来包汤 它的火候真的非常非常好 它上面的话呢 有写文火跟武火 一般来说我包汤的话 我是前半个小时 我会用武火来包 然后呢 包完前半个小时之后呢 后面一个半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我就会拿文火来包 这样子包出来的汤 超级香 超级好喝 那么很多人会 就是来我家吃饭的朋友都会说 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 就是弄过来 你不会觉得很亏吗 不会啊 这个东西一百多块钱 然后加上我当时 一共用了二十多公斤的东西过来 就一千百块钱的那个运费吧 就摊到每公斤来说 这个东西可能也就 摊了有 一百块钱 那那可能就当它三百块钱 买了这一个钟 但是呢 它给我炖的汤 就给我包出来的汤 真的超级好喝 就是它不仅仅是可以包汤 像你包粥 也比用它们的火烧的那种 就是用那种铁锅煮的粥要好喝 就这种锅 它就是用它的五火来包包粥的话 也是非常OK的 好重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就买了这种 一点都不后悔 我就觉得虽然花了很多钱 但是这个我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这个真的是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它包出来的汤也非常非常的好喝 如果你们没有包汤的这个爱好来说的话 这个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你 但是呢如果你们是爱喝包汤的人 就特别是对汤有很高追求的那种人的话 你相信我这个汤 这个汤中比那种普通隔水炖的汤中要好喝非常多 第三个跟吃有关的是这个 这个如果你们有看的话 应该是我去年12月份那会买的 就它们刚推出的时候就买了 因为我说我要减肥 我又怕饿 所以我就想说吃流质食品 对吧 吃流质食品 拿这个东西 就是用我的那种什么维C粉啊蛋白粉啊那种东西 然后加上一些蔬果来打折合 就是混那个 我是完全不喝牛奶的 我是酸奶我会喝 但是牛奶我是不喝的 所以来说的话很多人会拿它来打奶昔 但是我一般来说的话都是拿它来打果蔬汁 而且你不要看它就是容量不是很多 它这点容量打出来的果蔬汁 已经够我早上喝到撑了 特别是如果你的水果放的稍微多一点 少放点水水果放的多一点 然后呢你再放那个粉类的东西进去的话 超级饱腹好吗 那么我也有个大的 我在意大利这边买那个Ariade 一个大的那个榨汁机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很大的那个版本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各有好处 因为我自己平时榨汁的话 不会炸那些特别特别硬的蔬果 它这个的话呢它的刀片就只有两片嘛 然后它如果炸很硬很硬的那种蔬果 像苹果的话它不是不能炸 但是你要把那个苹果切得很小 不然的话就是它有点炸不太冻 然后冰块的话它也不是特别能炸得太冻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我自己平时吃软质水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嘛 拿它来炸的话是OK的 如果我要炸一些比较硬的那些蔬果汁的话 我就会拿大的那个Ariade的东西来炸 哈喽 别闻啦桌上没吃的 我加酒桶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我就觉得它又可爱 然后它功能性又强 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个东西 我平时很少提 你也知道我买这买了半年多了 我这才是第一次在爱用品里面提的 但是你看它旧的程度就知道我平时用它有用多少了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机器 它够小 那唯一一个我觉得可能不太足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就是用硬质水果榨汁的话 它可能稍微 酒桶 你知道这台机器多贵吗 踏着 不许动 踏着 唉好气 反正这个机器呢我也是很推荐给你们的 如果你们没有大的榨汁机的话 其实你买一个它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住的话买大的榨汁机 如果你们不是像我这样子就时不时喜欢在厨房里面倒腾的话 这个真的不是特别有必要买特别大的榨汁机 这个小小的就够我们每天的使用了 诗方面的这种东西讲完了呢 就讲一点在生活方面用的 首先先讲一个颜值产品 我最近呢才就是说慢慢的领会到它的好处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 还是先绕开给你们看 这个呢是一个大雨的蒸汽运斗 那么它这里是装水的 它很小 我一开始买了它 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蒸汽运动 并没有很大的 让我觉得它就一定哪里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东西 后来我发现我错 它真的好厉害 嗯 九头鸡这盘跟你有关的咧 它呢 刚到我家来的时候呢 特别记仇 就是个小复仇精 然后它有一天就去挠我的一件很贵的风衣 那件风衣刚好呢 刚好就挂在外面 它就去挠 然后挠了之后呢 我就想说刚好我要烫一下衣服 然后又护理一下衣服 把这东西离它远一点 免得它又去挠 我就拿那个衣服过来烫 那件衣服是纯丝绸 纯真丝的一件风衣 长风衣 因为我平时老是折起来呢 它就很皱很皱 我当时呢 就想着说丝绸肯定是要蒸汽蒸 不能用那种干烫的来蒸 我就拿它来去去运了 然后我灌了一壶水 然后去蒸那个衣服 就一点一点去蒸 真的不用花很大的力气 就稍微摁着这个扭 一档就是少量的蒸汽 和二档就是蒸汽量很高的这一种嘛 我当时开的是一档的蒸汽 就是没有很 就是说有蒸汽 但是并不是很强的蒸汽 就那里运 真的是只要它刮过的地方 整件衣服都平了 就整件衣服就是 就是只要没有说非常扭的那一种折痕 就是稍微运一下它就平了 那么刚好它那个尾端是特别皱呢 我就用了高档的这个 我就用了高档的这个蒸汽去运 它底下特别特别皱的地方 然后那个特别特别皱的地方 开高档的蒸汽也是稍微撸两下 它的衣服就运的特别特别平 他不要看它小 它的蒸力是真的够的 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不仅仅是可以蒸汽蒸 它是可以干蒸的 像因为我平时做衣服 我们要烫布的话 就是要用干蒸 不是蒸汽蒸 蒸汽蒸那个布是没什么用的 一定要干蒸的 就是你在做衣服之前 你要把那个布干蒸 把它运平了 然后就是不要让它变形 这么样嘛 然后我就试用了一下 它干运的这个能力 超强好吗 它干运的能力简直了 它就把它的干运 就是 它是不喷气了 就干运把它开到那个 干运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直接这样的推过去 它会一两下 肯定跟我学校那种很专业的 大的运斗 是没有办法比的 但是比我之前 买的那个干 就干运的那个机器 真的好用特别特别多 它就真的就是运过去一下 那布就给运平了 而且我有看到说是 就是一下子是假运平了 还是就是说好像运平了 其实没运平 还是真的是运平了 它那个布真的运平了 这么厚 我买的是很厚的CALICO CALICO它都能运的特别平 我真的觉得它太厉害了 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运斗 它的话呢 像我看他们官方的说法的话 其实它这里不放水 这么直接运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基本上 如果运自己的衣服的话 我里面还是会放水来运 如果不是运自己的衣服的话呢 我就会就是用其它来运 那我运衣服的水呢 目前也还是在用的这个ZARA的这个水 我就放在边上 就平时运衣服的时候好用嘛 刚刚讲了一个跟酒桶有关的 那另外一个东西 我也讲一个跟酒桶有关的吧 就是这个 这个如果你们看到我2018年年度爱用品 就是非美妆护肤类的东西的话 你们肯定看到过这个 我平时呢也没少讲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除卖仪 我为什么说 和酒桶有关呢 因为其实酒桶没来我家之前 我运床 这床上的满床量是很小 它亮红灯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但是呢酒桶来了之后呢 因为我是不关这酒桶的 就是酒桶爱在哪睡在哪睡 所以它经常会蹦到床上 来跟我睡的那一种 那么我前阵子刚好 就前两天的时候 我刚好换床单 我就要用它来就是滚一下床嘛 结果我发现自从酒桶来了之后 我的床就闪红灯的地方特别多 但是呢 它又是真的非常有效的 因为像我平时滚一下床 最多五分钟就滚完 最多五分钟就滚完了 那当时酒桶就是来了之后 这个床就是搞了搞了之后呢 我用这个滚滚了差不多半小时 滚到没电了 然后充完电要再接着滚 但是的确就可以看到 每一次滚的时候呢 那个灯就亮红灯的机会 都能慢慢的再变少 一直到最后呢 我整张床它都是显示的是绿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储满仪 其实说实话是非常有效的 像它也不可能知道我家养个宠物是不是 它没可能知道我家养个宠物的 它肯定就是平时按它的工作原理来这么工作的 它的确能看得出就是 它的确能看得出我家之前之后的区别 像我自己对此也有非常大的那种感触 因为我以前家里突然再脏 就是无论沙发还是床 其实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红灯的状况的 有了小动物之后 真的是要多在家里做清洁吧 我这一点算是比以前做的好一点的 自从酒桶在家 因为它太小了 所以我不敢说地上太脏怎么样 就是稍微脏到一个程度了 我就赶紧扫扫扫扫扫 要把卫生搞好 不然就怕它太小了之后 就到处吃到一些不敢吃的东西 它就会身体不好是不是 那么包括这个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 保持家自己睡的东西很干净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东西 我讲过这么多次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东西 酒桶你闻啥 你饿了就去吃饭 哎呦皮了皮了又会咬人了 你看酒桶 它不像一个两个月大的猫 就整天吃吃吃吃吃吃 这个酒桶现在 你好意思说吗 你一个两个月大的小猫 你比三个月的大的猫都要中 嗯 不要假装四处看风景 我就在说你呢 哎我就在说你呢 哎呦我生气了 我说你胖你生气了 嗯 好好好去玩吧 我感觉好像在给你们推荐电器 但其实我并不是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说 适合推荐给每一个人的东西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一些这些电器 就是比较实用给人的小电器了 也不是说你们全都要买 就是根据自己的要求 我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买就好了 这个呢也是Iris Oyama的 它叫做Diorgent Dry 它呢就是那种在鞋子里面吹风 就把这个伸到鞋子里 诶怎么回事 就这样子把它伸到鞋子里面去吹 如果像你外面下雨了 你的鞋子湿了 或者说我 像我对我的情况来说 就是我的脚比较容易出汗 那么呢 穿一些比较务实的那种鞋子的话呢 把那个汗吹干 它不仅有吹干的效果 它还有那个消毒的效果 我就想为什么说 把汗吹干会有更好的效果呢 像我有好几双鞋 其实鞋外表是没有坏的 但是因为我脚出很多汗 就算我每次穿完 我都会把里面擦干一下 可是久而久之 它那个鞋底就很容易起胶 就是里面鞋面那一面 会特别容易起胶 那么用这个吹干的话 它就能保证你的东西 是被吹得非常非常干的 而且的话 它还是有除菌除臭的效果 一个鞋子你可能穿一次 你有汗 你脚很多汗 你穿一次它可能并不会很臭 你可能穿个两三四次 它就会真的变得很臭 它那种臭过 就是后续你洗再多次都洗不掉的了 所以我才会说 有了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实用的人 我是属于手脚 特别特别容易出汗的人 就是最严重的话 就是到很热很热的话 我其他地方出汗还好 就是正常的出汗量 我手脚出汗的量 就是那滴水的那种出汗量 所以来说的话 这种东西对我来说 对我护理鞋子来说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 其实我这两年买的鞋子 的确也是越来越贵了 那第一方面 要延长鞋子的寿命 第二方面的话 也是给鞋子做一个消毒 然后第三方面的话 也是更 那个味道更好一点吧 免得就是那个鞋子的味道 急剧久了 你的脚不臭 你也因为你的鞋子里面有味道 你脱了鞋 脚会臭 那这样子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 就是蛮可以推荐给大家 它价格也不贵 这两百多块钱 用的方式也很简单 就有一个除臭件 然后有一个开关件 定时件还有模式 它有标准档 然后皮鞋和弱缝 像我自己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 就是标准跟皮鞋 因为我皮质的鞋子还蛮多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家里是可以备一个的啦 刚刚被我家酒桶砸地上的 这个机器呢 如果砸坏了的话 哼我要把酒桶卖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Doctor Arrival Ghost 我上次好像讲 空品还是讲什么的时候 有提到过 我用露脸的机器 然后底下呢 就有人问我 就是说我露脸的机器是什么 我现在坚持一直在用的呢 就是这个Doctor Arrival Ghost 基本上一周三五次这个样子吧 这个一切的话呢 其实可能就这里面唯一一个 我不是在淘宝买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我是跟代购买的 但是呢 其实你们在淘宝 找到现代的那种 经销商也是可以买到的 这个来说的话呢 我买的是他们 比较老之前的一个版本 就是它后面的 就是大家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那个ZEWS的那个版本 然后它在后面的 就是一个很贵很贵的 那个Premium的那个版本 但是这个就是 我买的它是最简单的 那个Doctor Arrival Ghost 第五代 第四代的Doctor Arrival Ghost 它非常好用 就至少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就已经满足了 我对这个机器的想法 它在我脸上 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提拉 就是我今天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我的双下巴 并不是两边的双下巴是一样的 我有一边相对来说 双下巴就没有那么明显 有一边的双下巴 就明显一点 我当时照镜子好像对 好像是我这边的 这样子笑起来 我当时就很那个 一一在这里的镜子笑 就发现这边的双下巴 那相对来说是没有 这边的双下巴那么严重的 就看就正面这样看起来 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个 就是我平时撸脸的话呢 可能因为我这边顺手 会撸的比较多一点 我感觉下次我要撸脸的话 应该要从这边开始撸了 就是提拉一下这个脖子这里 它这个仪器来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预算 然后又想说要有 比较全能一点的仪器的话 Dr. Arrival Ghost 是绝对能帮到你的 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说 我有不同的问题 我要很多很多的仪器 但是你不可能脸上 突然同时爆发那么多问题 如果你真的脸上 突然爆发那么多问题的话 肯定是做医美是更划算的嘛 像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脸垮 然后我就要用这个东西来提拉 那么的确呢用了它之后 我现在用了它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用了它之后呢 的确就是垮下去的 那个情况会稍微的好 好了很多 就比我刚买的那会儿 真的是好了有非常多 而且相对来说 皮肤的话也比较有弹性 九头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你不要想得出去了好不好 如果就是说你要 想要是真正的投资一部 你觉得right on point的那种美容仪器的话 我是绝对会推荐这个给你的 那下一个仪器类的东西呢 其实不是美容仪 它是肩颈仪 像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我有颈椎病 我是取向反攻 然后加上我的颈椎有点点歪 所以来说我的脖子 现在有点疼 脖子是很容易疼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治疗的仪器 这个是那个SKG的一个 就是电动的按摩仪吧 这个电动的按摩仪呢 我就觉得 它是有很强的舒缓的功效 你说治疗它真的治不了 但是舒缓的话 它是真的很强 它的档位很多 有0到16 我基本上呢 因为我的颈椎有时候 一疼就疼得特别难受 所以我就会直接是开最强的 就让它疯狂的给我舒缓一下 它舒缓的过程有点傻屌 因为它这个有电 就是通了电 这样挂上去有电 你的头会就不自觉 这样子不自觉 这样子往后抬一下 会有一点点的傻屌 但是的确来说的话 它的完事了之后 它舒缓功效会很好 如果说你们有一定的 那个颈椎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买一个 这个东西来做舒缓的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按摩来说的话 并没有特别强的按摩的功效 它只是就是说一个舒缓 你就让你的颈椎肤 那么痛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它的价钱不是很贵 然后它的价钱 对比起它的功效来说的话 真的很实在的一个东西 大概400来块钱吧 它舒缓的功效真的很实在了 很好用了 我当时就是随手买的 我觉得这么便宜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没想到还买到了 走宝了 不对 这不是走宝了 捡到宝了 好了下面总算不是电子产品类的东西了 首先是它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口红特别特别多 我这上面的话呢 就已经放了我百分之可能70的口红了吧 好重 它就是一个旋转的亚克力口红架 非常省位置 给你们做一个对比哈 你看它的高度 跟我后面的这个口红架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它上面的话是放了有81个吧 12345678 对 有81个口红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框 然后它的宽度的话呢 它还没有我后面的那个口红架宽 大概是它的四分之三的一个宽度 这一个它装的是81支口红 这后面呢 是装了有75支左右 70支的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旋转口红架 它其实有多省空间 然后能装多少的口红 但是它还不是没有缺点 它的那个口红的深度的话 就只能装这种最原始 就是最普通的口红 有些异形啊 或者比较长的 什么唇釉啊那些 它就没有办法塞进去 所以的话呢 也就是它的一个缺陷 对我来说的话呢 我这两个口红架 就是那个口红收纳盒 跟这个口红收纳架 我都是很喜欢的 但是如果是说compact程度 让我更惊喜的程度的话 绝对是这个口红的收纳架 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了 我之前在英国的那个呢 我朋友就怕帮我装过来的时候 会摔坏了就算了吧 反正这东西没多少钱 你到时候就可以说 在意大利再买一个 所以我就后来听了它的话 英国的那个我就没有拿过来 这是我买的第二个了 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口红特别多的话呢 我是很推荐你们去买这一种 多过于那一种的 那么接下来的一些东西呢 你们会觉得 啊这是什么鬼 首先这是经络刷 这个经络刷 我是成功安利过 给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觉得非常好用的 就是我没做博主之前 我就成功安利给了五六个人买 这样子每人买了这么一对 这个经络刷 然后做了博主之后 然后没有在视频里面讲 然后跟我朋友讲 也是也推荐了两三个人去买这个经络刷 这是我自己一个不可以没有的 一个按摩方面的东西 我刚不是说我脖子会经常不舒服 其实我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来按摩 我觉得这个 比起我要是专门去买一个 按摩颈椎的那种 就是打光的那种东西来说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像这个的话 我就会把它稍微前面摁一下 然后在脖子上面这样子往下撸 反正就是多按几下 哪里疼就哪里多按几下 可能会有点不顺手 但是它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东西 以及平时我会拿它来刷一下我的腿 像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经络这种说法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个人是很相信经络这种说法的 然后我就会拿这个会稍微刷一下腿 我的大腿是比较粗的 那么我拿这个刷大腿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显的能刮出那种很颗粒的感觉 所以我就经常会实不实的去刮一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因为我很怀疑很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出这个视频 就是关于我平时不用机器 用手 然后对脸对身体的一个按摩的那个 这方面的视频 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在视频里面 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我看得到的了 九筒 你今天不砸我两个仪器 你不高兴了是吧 反正呢 这个东西的话也是我在淘宝上面买到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 其实我最早知道 这个东西是跟我妈在美容院的 美容院的小姐姐用的 我当时就觉得 虽然他们说的话 有的时候神不其神 但是他们用刷子在我身上刷出来的效果 的确又是可以肉眼可见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按摩方面的需求 觉得自己对自己不够能下狠手的话 可以去买这种摩羯刷 用起来的话肯定就是效果 就按摩的效果会好很多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呢 是一共有四个 但是我不觉得大家四个都一定有必要去买 首先的话呢 我觉得一个在里面相对来说 可能每个人 比较适合买一个的 就是这种梳子型的东西 把这拿下来 这梳子型的东西 其实用起来也 感觉头发有点油 我今天再不洗头 我都见不了人了 就是这个梳子型的东西 其实你就这样子 每天把它当梳子一样 就头上梳漆 它这么粗的这个梳齿呢 它的头发给你梳不了多好 但是可以在你头上给你活血 哎我的妈怎么这几天梳起来 头会痛啊 感觉这样子梳 它的话呢 也不用说下很大很大的力 就每天它稍微刮一下梳一下 你会感觉人会稍微醒一点 因为头部活血的话 是真的能帮助到人精神稍微好一点 不是说你困到 不是说你困到不行 然后梳一下你就特别龙惊狐猛了 只是说你可以相对来说 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精神 会好那么一点点 头顶有个穴叫百会 特别是你早上要是睡不醒的话 你就稍微大力一点 刮那两下 哇保证你就醒了 百会那里摁一下都不得了 特别是你拿这个东西去书 肯定是特别不得了的 这四个东西里面 如果你说最推荐的话 我还是觉得这个的话 可能每个人手上有一个 会比较的有用 因为其他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 会有一定的需求吧 就是说 你有特定方面的需求才会去用 但是这四个我个人都是很爱用的 那么第二个爱用的是这个 就像个小刀一样 像个小牛排刀一样的东西 它背后是一个圆圆的 这么一个头 我的话呢 这一边我就会稍微拿来刮一下眼睛 因为我的那个 眼睛这个淤的有时候会很严重 我的黑眼圈 有一半是淤的 有一半是黑眼圈 所以来说的话 如果拿这个平时多刮一下 或者后面这个圆点 就多按一下眼睛的话 我的黑眼圈能很明显的有改善 就是真的是淤的 真的是淤的 唉 经常人家用手给我摁脸的时候 摁完之后 我都能感觉我容光焕发了很多 我这个人是特别容易淤的一个人 所以来说的话 特别 我尤其喜欢用它后面这个尖尖的头 然后就经常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眉毛下面一点的这个地方 经常会这样子按一下 然后就沿着轮框这样子按一下 眼睛是真的会舒服很多 像我之前一直在赶Deadline 然后赶Deadline之后 大概熬了几天 我就感觉眼睛特别特别热 就不是说很疼什么的 它就是热 就是感觉眼球非常的热 非常的胀 所以的话呢 我就时不时拿这东西 也不是说我今天就要用仪器来干嘛 就稍微这样的搓一搓 搓一搓 搓一搓 就稍微把眼睛附近 就是按一下搓一下 其实马上都能缓解很多 你不能说是马上很热很热 不是很冰凉很冰凉 但是的确就是 没有一开始热的那么难受的 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像 平时用眼比较多的人来说的话 是真的可以考虑 就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的 其实这两个呢 就是刮砂板 这个呢是身体用的刮砂板 这个呢是脸部用的刮砂板 我觉得如果你们是没有说很多经验 在脸上按摩的话 其实这个脸部的刮砂板不要乱买 这身体的刮砂板呢 我也说过 我不是说脖子会痛吗 所以我会拿这种刮砂板来刮脖子 它会比经络刷刮的更精准 经络刷就是一个总体的放松 就是一片下来总体的放松 像这一个身体用的刮砂板呢 它就是一个局部的加强 它是很容易刮出砂的 然后我也是从小跟着我爸妈 是经常我妈特别爱刮砂 所以我会经常跟着我妈去搞这些有的没的 现在也搞出了一定的兴趣来 这个东西真的好用 如果说这两个里面 这刮砂板我这两个就当一个奖了 就是如果大家没有按脸的需求的话 或者说你平时根本就没有按过脸的话 就是刮砂这种东西你肯定要相对的 要有一定的经验你再要去操作 免得把自己的脸刮坏了 我认真的说 那么像这个的话呢 我觉得身体方面的话你稍微刮一下 你只要不把自己刮出血气 身体方面的话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容易刮出问题 特别是一般来说我们自己刮自己 刮不到什么其他地方你只能刮脖子的 所以来说相对来说问题不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的话 可以去尝试身体的这一块 我觉得脸的这块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它的弧度的话就这样的卡在脖子后面 从那个后脑勺下面一点就往下这样的拉拉拉拉 一直往下拉 这个就很容易舒缓到整一个肩颈的一条线 很好用 你相信我这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看最后一个东西了 虽然两个人长得不一样 但是是最后一个东西了 就是我说的也是在年度爱用品里面有提到过的 就把它放在墙上 然后把它拧住 它就是那种吸盘式的拖把挂钩 你就把假设这是个拖把或者扫把那个感觉 你这样子把它怼进去 它就会在墙上这样子固定住 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东西淘宝上卖的不是很贵的 你去搜那种什么吸盘式拖把架 你都可以看到 反正基本上 我记得好像都是二三十块钱 还是十来块钱 应该是十来块钱一个吧 这真的是我觉得 我买到的最为最为最为实用的 家居收纳方面的一个东西 真的超级实用 没有之一 我可以给你们看我自己家里厕所 就是拿来收纳这些拖把架 拖把啊 扫把啊 火机啊这样子的东西的那个墙面 全都是这样子的东西放在墙上去搜 以及我在房间我那个衣柜旁边放了一个 然后呢它是来放我那个撑衣杆的 它真的太好用了 它只要是一个光滑的表面 它都可以吸在上面 真的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买的一个东西 那么好啦 这个视频就这么多了 就是一些我这些年啊 就在淘宝上面淘到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安利给大家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们有反例的需求呢 你们也可以看GoCashback他们的网站 然后他们具体信息呢 我也会写在底下的信息栏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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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